草莉主在乡 黑石和满航 石鸟儿在乡 掌握 掌握 唯唯在我方 不如我方 请你说我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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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諸兩親戶 愛君臣 怎麼辦 到底是回去 還是我們回去了 楊 楊 一途之鴨師 一早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打兔子去了 娘 我聽好些人在說 你要回漢朝去 是真的嗎 娘 你是在哭嗎 你為什麼要哭啊 回漢朝去 那不是一件好事嗎 你不是經常在說 要把我們一道帶回去 我是很高興的 一途之鴨師 我的兒啊 娘 這些天來一直沒有告訴你 漢朝的曹丞相 派了鑽師來要接娘回去 送來了很多的黃金玉器 鱗鑼緊斷 呼出全禪魚 已經答應了 她答應了 我已經考慮了三天了 今天是第四天 娘就要做出最後的決定 娘 你趕快決定了吧 把我們一道帶回去 把爹爹 四夷一起帶回去 娘是很想回去的 我告訴過你 胡死守秋的故事吧 一個人到死都是懷念自己的鄉土的 你外公外婆的墳墓在長安 娘是十二年前在來匈奴的途中去掃過一次 現在也很想再回去掃墓 特別是你外公有不少的著作 經過戰亂遺失了 回去總可以收集的一些 娘十二年來都是這樣想的 可是總得不到回去的機會 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娘當然是喜出望外的 娘 那您還不趕快做決定 把我們一道帶回去 我多麼想去看看萬里長城 去看看長江 看看黃河 看看東越 泰山 娘為這事已經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 難怪這兩天您都瘦了 不看您飯也不想吃 娘 您不是生病了吧 不 比生病還要難過 娘是很想回去的 十二年來我認為無望的希望 竟忽然達到了 可是兒啊 娘要回去 卻不得不丟掉你們 什麼 娘要回去 不得不把你們留下 留下你和你的妹妹 那怎麼行 那怎麼行 娘 你不要我們了 是你爹爹不願意讓你們走 他甚至也不想讓我走 那怎麼行呢 我覺得呢 意圖之牙師 我跟你爹爹已經談了三天了 我跟他說兒女們讓我帶走吧 沒有母親的孩子是很可憐的 他說不行 你是漢人 我可以讓父讓你走 可兒女們是匈奴人 我不能讓父 你不能帶走 兒啊 你想一想 把你們留下 讓娘一個人回去 這不是要割掉娘的心頭肉嗎 爹爹竟然這樣不講道理 匈奴人和漢人 那不是一家人 你爹爹這樣說 他也是永遠愛你們 你不要怪他 我是娘的兒 我要跟著娘 娘 我要跟著娘 地圖之牙師 四姨婆 四姨婆你知道嗎 娘要回漢朝去 爹爹不讓我們一道去 你也知道了 你母親和我這些天 正在為這件事情傷心呢 四姨婆 你是不是也要回去 我嗎 我是想回去的 孩子 等你長大了你就會知道 一個人 誰也要思念自己的不同 但是我已經想了三天 昨天晚上 我也和你母親說明白了 我要留下來 留下來照顧你們兄妹倆 好讓你的母親安心地回去 不 我要和娘一同回去 娘 我要和你一同回去 娘 娘 姑娘 我不想回去了 就讓我們一起留下來吧 那你就太溺愛了 文姬 你要安心地回去 你的孩子 你爹爹 有我在這兒 有我在這兒 我一定把他們 扶養成人 並且要教他們學好 你放心 有我在這兒 就和你自己在這兒是一樣的 我要和娘一同回去 死姨婆 您也一同回去 孩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你爹爹爹左賤王 执意不肯讓你們走 他甚至於還這麼說 如果把你們帶走 連你母親也要讓她活不下去 什麼 她 她要殺我娘 她是這麼說的 她說啊 你母親是漢人 一定要走 她沒有辦法 可你和你的妹妹是匈奴人 斷然不能帶走 如果把你們帶走 那她就要將你們通通殺掉 什麼 還要把我們通通殺掉 哼 我要和爹爹去鬧 一徒之牙屍 一徒之牙屍 你怎麼能跟你爹爹去鬧呢 她不肯幫你們走 也是由於愛你們 她嘴上是這樣說 但心裡也是捨不得我們的 那她對我們還這麼厲害 你還想 不懂 爹爹也上了年紀了 她說過 如果你們都走了 她也會活不下去的 那我們可以勸她一道走嗎 不行 那是辦不到的事 一徒之牙屍 你要知道 就跟你母親想回漢朝一樣 你爹爹她也不想離開胸 這是一樣的道理 四姨婆 那你為什麼不回去 我不是說過了嗎 我是愛你們的 我也愛你們的母親 我要讓你母親 把我愛故鄉的情感承擔回去 我要讓我自己 我要讓我自己 把你母親愛兒女的情感承擔下來 我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年紀也已經老了 我如果能夠把你們撫養成人 在我 就心滿意足了 四姨娘 四姨娘 你我二十年來 心裡 你比我的親生母親 還要疼愛我 現在我怎麼能夠 再把做母親的責任 加在你的身上呢 我今天 我這樣回去 究竟能夠做些什麼呀 你總愛這樣說 以你的才華 能做的事情多了呢 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嗎 我雖然已經六十歲了 但我至少還想再活十五年 我一定把你的兒女撫養成人 用他們的一代 來代替他們父親的一代 一定要看到匈奴和漢朝 真正成為義家 你們在胡鬧是什麼 膽大包田 什麼叫匈奴和漢朝成為義家 你們這一家不就是這樣嗎 你說的好聽 你難道沒有看見嗎 我這一家的人 眼看著就要四分無裂 爹 文姬 孩子們的娘 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 胡舒全禪魚正在給漢朝來的人 劍行 今天就要動身 啊 今天就要走嗎 是啊 漢朝來的人說 他們受了曹丞相的命令 要在五月以前趕回 在路上還要走兩個來月 漢朝來的使者究竟信聖名水 我問過你好幾次你都沒有弄明白 哎呀他們的名字誰弄得清啊 那簡單的太不成話 我只記得一個是什麼東師都尉 一個是什麼將軍司馬 這些官民我是知道 看來他們都是帶兵的人 那位東師都尉倒還很合情 可那位將軍司馬 其實盛氣凌人 全部把人放在眼裡 剛才他還私下對我說 你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漢朝 曹丞相的大兵一到 就立即把你們匈奴當兵 他這機嫌我可受不了 我想 他們一定還有大兵在後 這是他們先來試探我們的 我不是跟你說過 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這叫做先禮後兵 如果我不答應你回去 他們就會大兵壓盡 我們男匈奴 就要弄得和北匈奴三絕物還一樣 孩子們的娘 我是不想讓你回去的 可你讓我怎麼辦 我恨不得 我恨不得把自己批成兩半 請你不要這樣想吧 我也是不願意離開你的 你讓我一個人回去把孩子們留下 我怎麼能夠忍心呢 哪怕你讓我帶走一個就 不行 我幫個也不行 我這兩天都快要發瘋了 你要回去我不敢阻攔你 四姨娘你也可以帶走 除此之外 誰也不准帶走 不然 不然我就要殺人 我要把我的全家殺盡 四姨娘 四姨娘 請你息怒吧 四姨娘 四姨娘 我要和你一头回去 娘 我要和你一头回去 娘 一头枝牙尸 你不要再哭了 不不 一头枝牙尸 你不要再哭了 我就要和你一头回去 你这个小东西不能哭 来人了 把他给我拉下去 我顺着走 好孩子 你话不过啊 娘 你把他放下去 走 你主持牙尸 听话 我要和你一头回去 娘 娘 我要和你一头回去 主持牙尸 听话 我要和你一头回去 娘 娘 娘 你让他们 都下去吧 你让他们 都下去吧 祖先生 请你不要生气吧 祖先生 请你不要生气吧 我也是知道你的痛苦 我总之后 希望你尊重祖姨娘 让他把两个孩子护养成人 说心里话 我是很想回去的 但又不愿意离开你们 你知道 我是愿意匈奴和汉朝 长远和好的 可是刚才你说 如果我不回去 曹丞相就要大兵押近 要真是这样 那就是不意之事 我宁为死在匈奴绝不回去 因此 我要向你请求一件事 你总不会让我 归顺汉朝吧 不是那样叫你为难的事 骑兵所先王 呼出全禅羽 请你快些驾连王公 知道了 下去 啊 医奴叔是怎样 我希望你 把汉朝的使者请来 就请那位 你认为比较和气的都师都会吧 把他请到我们这里来 我要当面问他 他们到底有没有大兵在后 你可以潜伏在一旁 听我们说些什么 但不许有人露面 一旦有人露面 汉朝的使者就不会说出真话来 就是这样一个请求 能答应吗 这 都可以答应 好吧 我去同他们说清楚 立即把使者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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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顺 曲得审慰 腹包落落 七下战义 大枝苹果 森菲菲 乌尔高枯 吹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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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姬 我把汉朝的使者请来了 这位就是东师独卫 文姬夫人您好 我是陈柳董寺 我们有十几年不见面了 公映 原来是你呀 左贤王 我要感谢你呀 这位汉朝来的使者姓董明寺自公印 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的一位表弟 他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和四姨娘的亲姐姐 他从小失去了母亲 是我的母亲把他促养大的 哦 那就更好了 你们在这里谈谈心 我去陪禅瑜和副使 师陪了大王请便 文姬夫人 公映 我们还是按照儿时的习惯 你称我为大姐吧 文姬 大姐 我真是没有想到 才能再和你见面 我也没有想到啊 听说我已经有侄儿侄女了 是 哦 四姨娘也在这里 四姨娘也在这儿吗 是 我们是兴平二年一同流露到这里的 在这里同住了十二年呢 真是没有想到 这些年 天下的变化 是多么的大呀 公映 请坐 大姐请 我来问你 你们这次带来多少人马啊 我们这一行就只有三十五个人 我是正使 另一位副使周静是清河崔岩的学生 另外就是侍从和管理车马的人 周静 不是说有一位什么将军吗 将军 周静 那是把音搞错了 我说 我是陈流的屯田都尉 周静是我下面一个屯田营的司马 我还听说 你们有大兵在后 你们只是先行是吗 谁这样说的 这完全是谣言 谣言吗 这是你们的副使亲自对左贤王说的 他说如果不放我回去 你们就要当兵押近 要当平凶奴 他说过这样的话 周静他居然这样口不择言 他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大姐 我们是在正月初旬离开夜下的 离情前曹丞相亲自召见了我们 要我们带来好些礼品 献给郭初权禅和左贤王 专程来迎接你回去 丞相还派了自己府里的两个士币来陪伴你 这位叫士秦 这位叫士叔 还给你送来了几套衣服和一句交尾琴 你是知道的 曹丞相是会谈琴的 这交尾琴是他亲自监制的 是依照一部国阶先生的交尾琴制造的 丞相还亲手适应 他说你一定会喜欢 我知道曹丞相很会用兵 兵无厌诈 他不是万会使用诈术吗 前年平顶三聚无环 曹丞相就是全靠诈术 他不是从正面进攻 而是从侧面偷袭的 不是吗 大姐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曹丞相爱兵如命 世民如商 他会用兵 但他是不轻易用兵的 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 他曾经说过 圣贤之用兵也 急而时动 不得已而用之 他除豪强 易坚定 既贫若新屯田 使琉璃失所的农民 又重新安定下来 使纷纷扰攘的天下 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 现在的中原大计 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 是完全两样了 丞相前年远征三郡物环 正是证明了王者之师 天下无敌 那三郡物环 近年来骤然强盛了起来 不仅经常侵犯北边 也经常侵犯匈奴 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 去做奴隶 使北部的边疆连连受到侵害 所以丞相才不能做事 出师亲征 行军千里 把那三郡物环荡平了 这不仅救了汉人 也救了匈奴人 十多万户被奴役的汉人 被他救回来了 不少的匈奴人 也被他解救了 他还是乌环的侯王大人们 受到感化听从指挥 如今 三具乌环的骑兵 在曹丞相的麾下 已经成为天下的敬礼 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 是怎么也不能够办到的 大姐 你离开故乡太久 恐怕不明白真相了 曹丞相这一次派你们来 接我回去 究竟要做些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我在匈奴住了十二年 熟悉这里的情形 回去让我在军事上有所贡献 你怎么说到军事上来了 我们来的时候 丞相对我们说 如今 匈奴和汉朝已经和好 朝廷正在 广多人才 立修文治 他说到你的父亲 柏杰先生 是天下名儒 可惜 受去贤冤而死 他也说到 你是柏杰先生的姑女 你是博学多才的人 他说你的财情不亚于曹大姑班昭 班昭能够继承他的父亲 班彪的一页 帮助他的各个帮顾 转成了钱汉书 你也尽可以继承 柏杰先生的一页 参与续汉书的转述 这些都是他亲自对我说的 曹丞相 是要在文字上做一番大的事业 他是看中了你的文才 才来接你回去的 多谢之丁 这十二年来 我无日无夜 不再思念着自己的故土 我也没有忘记要收集父亲的遗嘱 可是公印啊 我在这里有一儿一女你是知道的 难道曹丞相不知道吗 丞相也是知道的 他原想让你的子女也一道回去 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左先王执意不肯 他说大姐走他可以同意 要带走儿女就万万不行 这一层在大井是一件汉事 在我们也是一件汉事 不过我想 人各爱其儿女 左先王不忍放走自己的儿女 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姐 如今汉朝的匈奴已如一家 你的子女留在这里 也同带回去是一样的 带他们将来长大成人 是有机会回去的 大姐 你的慈母之心我是能够体会的 但是请你务必以国事为重 你公寅 你说的我无言答对了 公司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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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的话把我的遗传消除了 文静 你安心的回去 你回去遵照曹丞相的意愿 继承岳部伯金先生的遗志 转修续汉书 比你在匈奴更有意义 你将来还可有意义义 我一有机会也可以到汉朝去 你走后 我一定遵照你的主顾 请四姨娘护养我们的儿女 董事都尉 请你接受我这把轻侣刀 这把刀我佩戴了十年 不知做过多少次战 杀过多少次人 今天我把它献给你 我要对你发誓 从今以后我要和汉朝永远和好 谢谢你左行王 左行王 我这把预计剑是曹丞相赏赐给我的 这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 我把它转赠给你 请你收下吧 我感觉很高兴 我这个是帮忙 但是我找到你 我很想着急 我 referring来 你的名字 我感觉判断 有点准备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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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